会不会是友善啊 我来接我来接啊 喂 怎么是你 来来来 拥抱一下姐姐 拥抱一下 太长时间不联系 是有些生疏啊 不过也没关系 我回来了 我回来之后 以后每天都跟你一起干 来个打打经吧 行了 少跟我说这些没用的 你说吧 回来干什么 不是说好了吗 你不再打扰我的生活 你也清楚你姐夫的脾气 他看到你 不会给你好脸色的 姐 不需要这样吧 我 我回来就是想看看你们 你看你这个态度 姐姐 你看我你看我 我现在是个正经人 我在做着正经生意 人力中介你知道吗 我开了一个人力中介公司 这个中介公司啊 就是把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啊 收了起来 然后呢 帮助他们在城里找到工作 然后呢 他们赚到钱之后呢 就可以回老家娶媳妇盖房子 你不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没有变啊 撒谎的时候 还是喜欢把手插在口袋里 你说你都这把年纪了 怎么还不务正业呀 坦白说吧 你回来是不是为了孩子啊 姐 你看您现在说话还是那个 那个 他好吗 我听说他整完容之后啊 变得特别漂亮 你现在关心他起来了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抛弃他 我没有抛弃他姐姐 我 当时在医院里 你也看到了 他刚生出来的时候 那个样子 我当时确实没有能力照顾他嘛 我把他留给你 我是希望 他以后的生活能变得好一点 总比跟着我抢吧 他再丑也是你的孩子 我想不到你那么狠心 竟然狠心地抛下了他 那你现在回来干什么 好好好 姐 不要多想了啊 我这次回来 不是来跟你抢孩子的 好吧 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嘛 我这次回来 也很想见见他 不行 我告诉你 这么多年 他已经成为我的心头肉了 我不能因为你的出现 而去伤害他 他现在过得很好 非常的好 姐 我求求你 让我见他医美好不好 好不好 就算我不让他认我当爸爸 那我当他舅舅好不好 你 你不要在这儿闹 好不好 这不是你待的地方 你出去出去 你达不到我的要求 我必须得亲自来呀 有话咱们出去说 你给我出去 我站在这儿说 天明啊 妈 没事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你舅舅 我叫于承薇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姐 我跟我自己的外甥女说句话都不行吗 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夏天美 大家都叫我天美 天美 好名字 真好听 出租见面啊 给你准备了 你干什么呀 这是我亲生的 啊 真是 哦 哦 哦 我的意思是说 孩子都长大了 你给什么红包啊 你 哎呀 长大了跟红包有什么关系啊 来来 拿着啊 哦 谢谢舅舅 不谢 妈 你怎么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我还有个舅舅啊 是这样啊 是因为舅舅自己不争气嘛 你别看看你妈是我亲姐姐 从来都不跟我站在一边的 我看我今天来的是不是有点突然 打扰你们了 啊 这样 你们先忙 我改日再来 怎么样 姐姐 哎呀 行了行了 赶紧回去吧 回头给你打电话啊 天美 再见 呃 再见 妈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他真的是我舅舅啊 如果真的是我舅舅 你干嘛那么生气啊 哎呀 我们有二十多年 都没有联络了 我们之间啊 有些事情 你不太了解 对了 今天这件事情 不要跟你爸爸说 你爸爸不太喜欢他 为什么呀 我们家亲戚本来就少 这好不容易多出来一个 大家互相联络 互相照顾帮忙 有什么不好 他这个人平时到处乱跑 根本找不着他人影 怎么跟他联络呀 最重要的是 他不学无术 又好高勿远 我怕跟他联系多了 跟你爸爸添麻烦 啊 哎呀 行了行了 咱们不说这些了 哎 对了 天美 怎么这么晚了 还在家呀 今天不上班吗 要 要 应该要吧 今天有一个冻土典礼 然后晚上还有一个酒会 哦 对了 你爸还说 让我晚上跟他一起去参加酒会呢 哎呀 赶紧去收拾啊 啊 打扮得漂亮点啊 快去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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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 我知道 晚上是想穿严格送给你的那件小礼服 对不对啊 妈妈相信你一定是酒会的焦点 是啊 我还会跳舞 我还会跳舞 怎么办 承薇的事情 是不是该和郑松商量呢 幸好 永珊现在住在外面 就算成为找来了 也见不到他 语境百般做闹 不让我见女儿 一定是夏郑松不肯 那我为什么不直接找夏准松商量呢 小梁 这里面有基金会的印章 还有基金会的档案资料 都在里面了 谢谢你啊 这不是跳海那个女孩吗 她怎么跑到这儿来 这样我办事就方便多了 最近公司的状况还好吗 一切都好 只是董事长显得心事重重 是他要帮杨真真的 就不要怪我这个女儿翻脸不认人 女儿 女儿 董事长 公司的事情你多担待 毕竟我爸身体不好 不能太累了 放心 游善小姐 你真的不回公司了吗 我暂时先不回去 我要自己开公司 好的 好了 你别管了 免得惹人怀疑 你先回去吧 等等 等等等等 小姐 来 等等 等等 是我是我 上次在海边 等等 我是你舅舅